周五美股狂欢,完美拉下三月和第一季度的帷幕 纳指创半年新高,标普连创六周新高 道指创近四周新高,以及三个月最大日涨幅 市场成交量也创自2020年四月以来的月度新高 特斯拉账超6%,IT板块一季度账超20%, 银行指数三月跌超20%,整体下来动荡和刺激并存 指数也来到了关键的位置,是大涨的开始还是情绪超买的风险警报呢? 特斯拉大涨了,还能继续涨吗? 对的,目标位在哪里呢? 今天的周收盘视频MG跟你一一分享 今天MG会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跟你来分享今天的周收盘 美指标普和纳斯达克的指数解析 以及点位更新 第二个呢,特斯拉涨到哪儿的点位分析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股优选的栏目 这是一档专注美股 通过技术图表把握美股最优机会的栏目 对美股投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订阅本频道 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到出品的内容了 我是MG 好,本视频没有任何的股票推荐嫌疑和买卖建议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投资的风险 我们先来看一下标普的ETF SPY的月线 这边呢,有一个比较大的量啊 刚刚我们有讲到成交量这一块啊 创了从这一根蜡烛呢 是2020年4月的本月是创了一个新高的 这个呢,属于移动量 这种移动量肯定是主力的行为 大涨的启动是需要这种移动量 尤其是这种高量或者是倍量的 但是啊,单纯的移动量未必带来大涨 所以它要衍生出大涨的有前提条件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量对应的蜡烛能够撑住就OK 什么意思 就是接下来的市场它可以调 但是它不能够跌破这个蜡烛对应的最低价 那么我们把这个最低价和最高价都给大家标出来了 最高是409.7,最低是379.2 如果没有跌破说明是真的有资金进来 外力在作用 我们看之前包括这个地方是放一个音量啊 放音量也是同理 比如说从这个蜡烛我们来看 它放了音量,但是后面没有撑住 所以继续在跌,对吧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音量啊 高量音,它从这里以后没有再跌破 所以来音来了底部 所以高量音量也是一样的啊 不能够单纯看一根量 如果下一个月也就是四月份能够啊 即使往上放量 那么我们就以下一个纳烛作为参考 同时呢价格是不能跌破 如果跌破啊 基本上破位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套里离走 离场的时候 啊 结合当前那个环境来看啊 纯粹看多的风险也是蛮大的 所以啊 我们不是期望大牛市 但是啊 指数横盘震荡下 去提高我们的选股能力 找黑马股赚钱的策略还是可行 非常OK的 什么是黑马股呢 两种典型的类型 第一种是强者很强 第二种是波段 比如说NVDA它就属于强者很强 趋势多头排列 然后呢 资金高度控盘 这个红色筹码就是庄家资金 另外一种呢是属于波段牛啊 比如特斯拉就是这种 它呢 整个大的方向啊 还没有走好 你看白色线是粘线 它价格还在粘线下方 所以说明呢 它并不是大牛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它也是有庄家控盘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去做波段啊 如果等后面价格走好了 再由波段策略去变成强者很强的 这种看多的一个策略 对于强者很强的这种类型 每一次回踩都是再次上车的机会 因为它庄家是控盘的 而这种波段牛的话呢 走完波段啊 走完波段 它的特点是啊 短期累啊 即时长得蛮快的 这一段时间啊 就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翻倍了 对吧 那么它呢 适合 做完一波 结束 然后再看下一波啊 这种情况 好 所以这是关于大盘指数下 我们对应的一个个股的一个策略 月线看完以后 我们看一下标普的周线啊 你惊讶的发现啊 周线的这一个箱体振道区间 正好跟月线的这一个区间点位是吻合的 这是409.7到379到409 那这个周线呢 正好也是379到409 所以啊 我们为什么要从长 从长看到短啊 因为长 先长后短 长期会压制短期啊 短期会去演变成长期的一个趋势 好 那么这个点位就是最重要了的吗 我们还需要看到更长一点点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统计的一个区间 从2022年的最高点 1月4号到的这一个完整区间里边 我们看一下哪一个价位上的量是最高的 最大的那横着的筹码呢 显示呢 是在406啊 406是比较高的 那406离现在的位置呢 是不是很近呢 对 非常近 所以啊 虽然周五啊收盘收在了409 但是呢 离406只有三个点 所以这个地方呢 A是没有站稳的 还不能够完全确认的啊 所以整体的策略呢 是谨慎看多 如果是震荡啊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A是比较好的啊 是OK的啊 就是我们不期望大纽视 但是震荡是可期的 再看一下短线的日线 标普的话呢 短线啊 超买黄色的这个蜡烛 老粉应该知道 老铁应该知道啊 它是一种短线情绪的 狂热的一个信号 我们叫overboard的一个信号 等到它出现 一个是不能追 第二个 如果手上有票 那你要关注它什么时候消失 它消失 并且最后一个垃圾 被跌破的时候 就是我们呢 要获利了结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市场 我们做的事情啊 其实就是什么也不做 交给市场 因为突破突破这种事情呢 是有点out control的事情 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大盘站稳呢 再去做确定性的交易 如果没有站稳 该分手就分手 不要犹豫 再找下一波就可以了 看一下 好 这个是TQQ啊 作为最强的这个指数也好 或者是板块也好啊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它的周线啊 周线的话 我们发现了底部的这个横板啊 之前我们画的这条线 就是有一点点 这个类似于头肩底的这个位置啊 这个是在上一周就已经突破了的 对吧 我们也在这个日的收盘里面 给大家说讲过 我们可以把它细化一下 变成这样一个微微向上倾斜的 上升通道 目前是正要突破这个通道的这个上沿 但是我们知道 在它没有站稳的时候啊 它这种触碰 实际上是一种短期的超埋 容易回落 往上的概率是有 但是我们刚刚说了大环境 你说真正特别看多 还是比较犹豫的啊 所以呢 我们是谨慎乐观 整体的量能来看一下啊 从这个地方开始 你发现整体的量能是起来的 哎 我们需要关注另外一个数据啊 就是稍微长期一点 就是看这个数据 第三个图表里边 青色柱子代表的是整个市场的套牢盘 因为从最高点跌下来 一定是有被套的筹码 套牢盘最长的 最高的那一个位置啊 对应的价格 一定是会有比较强的一个压力位的 那么你看到这个地方的话呢 找到这个最长的青色套牢盘 对应的蜡烛 它的点位啊 最高价是25.637 目前是站上去了的 呃 意味着啊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呀 正在筑底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后面啊 它这个青色的套牢盘 不断在减少 如果是一直在减少的一个状态啊 上涨是可期的 这是从这个套牢盘的这个情况来说看 这个礼拜实际收在28.26 对吧 那是高于25.637的 那这个是我们从筹码啊 各个维度给大家出解读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 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个数据啊 它它的这个成功概念 我们看一下啊 历史上有两次 2018年12月这次打跌 以及2020年3月份这次 大涨前的这个打跌啊 我们看到 它对应的这个最低点的这个蜡烛 对应的套牢盘的筹码都是最长的 因为套牢到达一个极致的时候 市场也会形成一个 物极必凡 后面都迎来了阶段性的大涨 所以呢 我们刚刚标的这个套牢筹码 最长的这个关键蜡烛啊 看它能站稳 波段是可期的 好 再看一下短线的日线图 它符合我们之前讲的一个干货啊 叫做千牛花的站法 这个千牛花的站法呢 我们是用MACD来看的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看的关键位呢 是看这个MACD的临轴啊 现在的两个线快线和慢线 是它上面而下方 上方才去找有没有符合千牛花站法 如果是下方的话呢 就不用去找了 对吧 因为千牛花站法 它是寻找稳件买点的 就前面已经涨了一波再次启动的时候 对吧 它是符合的 那么它在临轴上方先进行四叉 然后进行一个金叉 但是这个金叉呢 是在临轴上方水上金叉 那这种位置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介入点 同时呢 我们还需要找它的一个标杆K线啊 就是发生金叉的时候 往前去找有没有标杆K线 标杆K线是什么样的一个K线呢 就是一个中大阳线 就是前面找一个大阳线 并且去确认一下这个大阳线是放量的 就是我们的标杆K线 标杆K线往右延伸的位置 才是我们的一个买入点 我们用这个科技股啊 科技股它是科技板块 它是符合这个买点的 我们看到啊 MACD它是在临轴上方先死叉后进叉 进叉对的这个点是不是我们的买点呢 往前找标杆K线 标杆K线呢 要在临轴上方的区域去找一根中大阳线 这一个区间里边最大涨幅的阳线 再检查一下它是不是放量的 是放量就符合 那我们看到它的标杆K线 右边延伸过来的买点 正好是在这个区域里边 所以一买就涨 而且非常的稳啊 这个方法没有掌握的朋友 或者是第一次听我们视频的朋友呢 可以去订阅 去观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 我们在前几天给大家完完整整的 用七分钟分享了这个方法啊 所以呢学到就是赚到啊 市场里边就是认知的一个变现 好这个是啊我们说了啊 TQQQ 那当然了因为它这个战法 在这个地方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已经突破了阶段性的新高 涨到哪个地方呢 我们呢还是截取一个完整的图啊 2022年的11月22号的最高点 到2023年今年的1月6号的最低点 中间我们看它的一个点位 我们发现啊现在的点位啊 里的这个筹码并不是很长 它最长的19.7这个位置啊 已经是被突破了的 所以其实往上走的空间还是有的 对吧 然后再加上水上金叉啊 短期是比较强的 所以呢这个TQQ呢 哎还是不错 我们只需要呢 把我们的节奏 把我们的方法用对了就可以啊 做确定性的教育就可以了 好这个是关于指数这块板块的话呢 其实比较明显啊就主要是有这个科技板块和半导体板块 是在前面处领涨的 跌幅比较多的呢 就是银行板块 关于指数的话呢 我们要提醒一下 在星期一下周一啊 4月3号会有一个变盘点 变盘点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指数呢会在关键的拐点的位置 对吧 我们这个变盘点就会跑出来 啊 你看啊 阶段性的底部和顶部都会出来 小底和反弹结束的点也出来 为什么这么准啊 因为呢 它柔和了三大超级精华 一个是江恩理论精髓 第二个呢 就是天文历法 还有呢 40年历史重要数据回测 所以它才能够提前跟你去预测出来 这个是我们的内部高级讲师邦大姐已经去做好了的 每个一个关键节点都会把这个变盘点啊 给你提前去写出来 所以呢 对于我们啊这个掌握大盘的策略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作为一个福利啊 粉丝福利 只要你是我们频道的subscriber 你就可以来领到我们全年的每股变盘台帝 所以呢 记得先点订阅 然后呢 点击我们留言区的链接直接来领取就可以了 此处是不是有个赞呀 好 那我们点个赞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特斯拉 OK 先看一下特斯拉的月线图啊 月线图呢是一个头肩顶 对吧 但是呢 它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为什么现在又给大家拿出来看 因为它往回弹 正好离这个紧接位置230点不远 所以我们刚刚标题上说 诶 特斯拉大涨还会涨吗 诶 会涨 但是呢 你发现啊 还是这个距离呢 还是不大啊 对吧 我们现在是差20多个点的样子 对吧 现在是20几点 然后这个位置呢是230啊 这是我们给出的一个点位 当然光看这一个方面还是不行的啊 我们多结合几个方面给大家出讲 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好 这个是从月线上来看 然后我们呢 看一下从筹码类啊 刚刚这个是属于从位置 对吧 从价格位置 我们从筹码验证的角度来看 我们选取一个阶段 之前给大家选取的一直都是啊 今年的1月6号到2月16号的高点 因为这个高点离现在的点位呢 非常近啊 就差10个点都不到了 你就差十几个点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选一个更长一点的 就是从历史最高点 去年的11月4号到今年的1月6号最低点 这个中间的一个筹码 这个情况给大家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最长的就是230 对吧 这个呢 与刚刚我们的头肩顶的紧线位置 是不谋而合 对吧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 但是呢 恰好就发生了一个共振 所以呢 我们就说啊 往上走啊 大概是23个点 空间不大 我们暂时看到这里啊 要突破230的重要的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特斯拉 它的主力资金能否维持在50个%以上 主力资金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啊 日线图的主力资金 我们发现呢 上这个礼拜来是终于站上来的 对吧 它已经是达到58个% 红色的一个筹码 它如果能够维持 就算股价跌 也是不用担心 甚至呢 是你再次进场的一个机会 第二个就是呢 指数能否站稳呢 我们说的指数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几个重要的一个点位 对吧 它往上走出空间 如果能够稳住 只要不跌 那它都是有希望的两个因素啊 大家来可以留言在留言区啊 让自己记得更清楚一些 好 这是关于特斯拉 那么短期的话呢 其实还是比较强的 也符合我们刚刚说的牵牛花的一个战法啊 我们看一下 在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补充一下啊 呃 其实我们在 上个礼拜有发一个视频 说特斯拉小跌不急 不急啊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啊 它 什么呀 它的这个庄家的这个 线啊 已经是 庄家的筹码 主力的筹码已经高于均值 这里有一条紫色线啊 就是它的均值 短线上车的一个讯号 所以呢 就算它跌 你也是不要着急的 所以我们就是 发了这个视频 对吧 就这个地方发的 对吧 所以当时是提醒了大家 看啊 我们每得出一个结论 你都是有依据的 这种的话呢 就是不断的去往正确的交易方向去走 你发现呢 利润自然会照顾我们 好 第二个呢 它是符合牵牛花的一个战法啊 又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牵牛花的一个战法 你看啊 它的MACD是在林州上方 先是死差 后面金差 对吧 然后呢 中间也有一个标杆K线 再次发生金差的位置呢 离这个标杆未线的区域来 也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呢 它也是符合的 所以呢 就凭这一个 哪怕凭一天 对吧 也是值得我们把这个方法好好去掌握的 所以再次提醒啊 订阅就是学到 学到就是赚到 好 还没有领取变卖台里的朋友赶紧啊 小材手去点击我们 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去我们的留言区点击领取的一个链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 有学到的朋友呢 记得点赞留言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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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